目前為止所做的所為都跟大眾來宣布一下 到時候我們另外一個議員 上台以後他就講一句話 他說我們的市長對於我們的客家事務局特別的照顧 所以編了三億 對於我們的閩南稍微照顧一點 也有三四百萬 對於我們的什麼農民農卷辦活動 根本不照顧 他爭取了半天 他甚至於他說我講了狠話 我跟市長講 只要少一萬塊錢 我就殺你的立算 市長啊 如果你這樣講 我當場我就斥責他 我當場就給他 我就知道 我相信市長 你辦這個節日 你是為了農民 你是為了整個社會 你是把資源平均分配 你絕對絕對不是因為他要殺你一算 為了一萬塊錢 你會做這樣的決定 所以我當場就斥責他 市長我問一下 到底有沒有最會是 那個 龜山的榮民節的慶祝大會 我們是補助三十萬 那跟其他各區 我不要說你補助 他的補助就說 他今天用言語的威脅你 而不是用的 這規信說 你只要少一萬塊錢 我就殺你一算 有沒有這句話 你有這句話你怎麼處理的 第一個 那個林正峰議員沒有講過這樣的話 那我看紀錄他是有建議說要補助 那李雲強議員 我沒有打給你啊 市長我跟你講 不要打電話給我 你今天我跟你講 為什麼你做錯一件事情 一個議員不是包山包海啊 對啊 你又要文化學 又要農民 又要客家 全部給你包就好啦 難道你可以跟他講嗎 說 不過李雲強議員 他的農民職地 他已經關心這個案子了 我們這個案子OK 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蘭大這話你不能講嗎 可以啊 那為什麼他在舞台上面講 是說 少一萬塊錢 就看一算 我在下面 不知所措為什麼 就好像我今天 辦活動的時候 所以現在辦 我跟你講 市長 聽我講完 辦活動的時候 就好像說 我今天 那我以後 我跟你講 你們辦任何活動 我都要最後講 問最後講 你要講完以後 掛台灣以後 我說 三百萬不夠啦 一定要五百萬 如果沒有五百萬 我下次再殺你 市政府的預算 我可以這樣講嗎 為什麼他講 如果沒有 最好 但是市長 市長 我請求你以後 辦事情的時候 請你用腦子講 我相信 以你的 以你的idea 以你本身的IQ 你應該會處理得很好 你可以跟他講說 今天李雲強 李議員已經建議了 他農民建議 你的建議很好 我們會比照辦理 不要給人家 誤會 以及他講話 講了大勝以後 才有虛損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兩牆一虎 和所有的團隊 我跟你講 趁你幹到底 我跟你講 真的這樣子 我跟你報告一下 李雲強 李雲強議員 李雲強議員 你希望 農民節活動 要有三十萬的補助 我照你的意思 不是我希望 農民節 我是說 一力往都來 連城市某都這樣 我們規劃活動很少 我也希望說 你 我也希望說 你能夠 不要讓你這個中斷 你還會這麼說 鄭文 鄭文贊 選上市長以後 預算就沒有了 千萬千萬 不要讓你感覺 而且我們幫你講話的人 會非常非常丟臉 你知道嗎 林鄭鋒議員 其實我要跟你講一下 林鄭鋒議員 就沒有跟我講過 這樣的話 怎麼講 做這個話 他沒有講過說什麼 沒有三十萬 他在舞台的時候講的話 我當場就支持他 我相信 市長 我相信 他智慧不會講這個話 他又不是我的發言人 所以我在下面的時候 我當場就支持他 我當場就跟他吵起來 我說如果講這個話 我們找市長對此 我這樣講 其實我 我說白一點 我說 那個 榮民節活動 一定要辦 我們這個時代 紀念 這個慶祝榮民節 市長 你不用你講太多了啦 你從來沒有跟我們講 這麼樣子 你只要講說 林鄭鋒議員 有曾經 已經申請過了 我們榮民節的活動 我們就按照這樣辦理 沒問題 OK 這聲音就 風均雲淡了啦 不要講那麼多 讓他在舞台上面 還要再來 爽我啦 那個 那個榮民節 還要我跟你拜託三十次 對不對 那個 林鄭鋒議員 又沒有 又沒有說 我跟你講 市長 我希望做你了解 我在現役人的時候 在事業的時候 我都非常溫順啦 你知道我在代表會 可能沒有像我的紀錄啊 我曾經 林鄭鋒在擔任鄉長的時候 我擔任代表 最後我們的退伍金融協會 從兩萬到五萬 要多三萬 然後其他社團 都補助很多 最後我們的理事長來招惡 我就跟林鄭鋒講 他說對不起 沒辦法 你知道嗎 那時候 你可以問一下 那時候 審查預算的時候 第一月 擋了七天 那時候賴灣船做主席 擋了七天 我就是堅持不拉過 七天 其次呢 第二次呢 就是我林鄭鋒 擔任鄉長的時候 林鄭鋒 擔任鄉長的時候呢 因為榮民節辦活動 他自己要收回去辦 辦了你還沒有飯 守護者跟他建議說 你再注意一下 他給我倒小聲 你知道嗎 我們那天預算 審查預算的時候 我請 我請你去出去 出去以後 我殺了他七千萬 七千萬動不了 最後是你們的 政副局長 民政局局長 跟我們協調 給他複議 讓他預算能夠通過 甚至於陳志謀 陳強長跟我講過 你可以問他 他說在龜山區 只有李銀牆一個人 民意代表 沒有在四年中 沒有跟他請過 一毛錢 其實我跟你講 市長 為了地方上好 為了龜山區好 為了我們台灣市好 我相信我們願意跟你 大家共同努力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 我們為地方好 為我們龜山好 而是要用暴力 或嚴隱的暴力 或這樣的話 對不起啦 我認為說我要改選一策 我要開始 我要嚴隱的暴力 因為暴力 我跟你講 要講個難聽的話 那個講個漏漏騰 要稱讚別人很難 但是要講個非常難聽的話 太容易啦 市長你搞不清楚啊 我們今天 我希望說 你今天不管怎麼樣 對於我們 你不要認為說 我昨天跟林正峰 林議員講 你是市議員 我也是市議員 大家沒有什麼大小的 好同樣是市長 市長你是為民服務 我們也是為民服務 我們沒有什麼大小 只要為地方這樣好 我們應該共同的 為地方來努力 你說對不對 對 所以市長啊 那個議員沒有大小牌啦 其實那個林正峰議員 沒有在這個事情上 講過 對我講過這樣的話 我不知道他外面怎麼說 但是那個 李議員你有爭取這個預算 所以市長啊 我相信以你的智慧 你應該不會講這種話 所以我當場 我從來沒有公開場合 在五百人的面前沒有 我當而刺責他 我說市長絕對不會講這種話 絕對不會接受這樣的要挾 但是我不希望說外面 各位 封民就說 市長現在吃飲啦 不吃亂啦 你只要跟他這樣 你真的是什麼都沒有 因為已經不斷的在外面 跟我的鄉親 跟我的選民講說 今天他講嚴厲的執行以後 才有這個所謂爭取到預算 我們這些人啊 沒用啦 沒用啦 那個議員 爭取三十萬補助 需要這樣嗆讀嗎 我跟你講不只喔 不只這三十萬 很多案子喔 不是這個案子 我是說這很多人 不是這個案子喔 市長不是這個案子 所以你三百萬給人家 不是這個案子 要講的案子很多 但是我常講 不要管人家爭取多 你要給誰 為地方上好 那是你 我認為是你的事情 對不對 我們從來不干涉 但是我們想到這一塊 可能這塊比較重要 我們跟你講 也希望你們採納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想說 今天什麼 沒有怎麼樣 那都不用去講那個東西 有的沒有啦 其實說白一點 我不是很怕說這樣子用嗆讀的 要看那活動有沒有道理啦 對 這個我跟你講 市長 這樣就對啦 不要說因為什麼 因為人家聲音比較大聲啦 結果就是這樣子 我相信我們三個議員 其實跟你市長 請求辦活動 真的少之又少了啦 我只能這樣 非常非常的少了啦 好不好 其實啊 我們這個事情到死告一段了 我是希望說各位同仁 引以為戒 如果各位如果認為說 一定要用這麼樣的嚴厲的場合 大家來相見的話 我認為沒有關係 我隨時動陪 我常常講我隨時動陪 但是如果說大家要以這個 互相為我們第三個好 要互相的做意見的交流 意見的建議的話 這也是一種方法 這也是執行的方法 我希望你們自己選擇是哪一種方法 這要選擇 互相理性的溝通 還是一定要拍桌子來怎麼樣 我希望各自好好的選擇一下 好不好 那個 那個 市長 我們都知道喔 我們目前為止 我們桃園市 在所有的民調當中 執行力 是我們最英為傲 同樣的 我認為說執行力 如果沒有溝通協調的話 往往會造成什麼 浪費公堂 或是引起民意的事情 這個呢 就是以交通建設 最為最顯著 我們現在要請問一下 我們的高區長 高區長 請問一下 我這次我們辦理那個什麼 就是我們龜山路橋的拆除 龜山路橋拆除的工作 說實在話 這次交委做得非常非常成功 因為在整個整單路段裡面 它有七個缺口 但是在這三個多月 拆除這麼大的路橋 完全沒有影響到 上下班和交通問題 這個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一個計畫 那為什麼會這樣計畫 為什麼會成功呢 最重的原因就是 貴局也要求我們的 那個所謂的我們的主管單位 我們的公路總局 公路段呢 召開了好幾次的協調會 所以這個協調會 把所有的應該有的 所有的缺失呢 都把它改進過來 所以這次非常成功 不過 在這次整個活動 在整個會議之中呢 我相信我們有建議啦 建議說你這個路橋拆除以後呢 希望你做人型步道的時候 能夠考慮到 當地的需求 以及里長的建議 為什麼我講這句話 因為里長和剛剛跟我講 因為整段路不是平的 它有高低差 所以你設完以後呢 它會有高低差的一個問題的產生 所以我們希望說 你們在施工的時候 請請你們建議 那個公路總局在施工的時候來 要辦個說明會 讓大家能了解 如果這樣的話再去施作 會比較不容易引起民怨 但是呢 我渡橋拆除完畢後 我過去看以後呢 我發現到呢 我們整個的 又在做路 做人型道 我就覺得 大概是因為啊 我們的已經跟什麼 已經跟那個 當地民眾溝通過了 所以沒什麼意見 沒想到我們的區民啊 打電話給我 打電話給我說嘛 說已經產生高低差的問題了 我馬上去呢 我就請我們的施工單位 暫時停工啦 不要再做了 可是因為畢竟主管機關不是我們啦 那我跟你們舉以後 公文往返 還好是我們的鄭立 那個鄭英鵬 鄭立委他們服務處 召開協調會 請他們停工 可是那時候做路段 已經從維格 已經做到果菜市場 做了這麼大一劫 如果當初 如果當初 如果召開說明的話 我相信這個問題就不會發生 對不對 最後事實 是拆除以後 沒有做路橋以後呢 在這一年之中呢 路非常順暢 也沒有任何問題的發生 所以我們當初決定是正確的 是對的 是接受我們所有的選民 大眾民意義 是正確的 那這次很奇怪啦 真是奇怪 我們鄭新路啊 我們的長壽路 以及我們萬壽路口 那個路口 會做什麼東西 其實我不知道 我經過的時候 我真的很模糊 也是很猶豫 這怎麼做什麼東西 怎麼會做什麼東西 最後來在10月3號的時候 有鄉親跟我反映說那個地方做好不到一個月發生六次插撞車禍 有兩次報案 四次沒有報案 我10月4號的時候 我就跑到我們的交通局問貴局 他跟我講這個案子是103年 103年做 因為有人建議說 因為那個機車代表的設計不良 所以發生這個機車碰撞的事情 所以能改成機車道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改善機車 為什麼造成了不僅是嚴重塞車 以前沒有塞車 所以上海邊稍微塞一點 平常不會塞 我去看的時候 從早塞到完 一直塞到什麼 塞到新美節那個地方 萬樹林塞那個地方 到底這規劃是誰規劃的 為什麼會做這麼爛 這麼差的規劃 這部分我們已經在重新檢討過了 目前改善方案也擬好了 那也在施工中 那我相信改善以後 會大幅改善這個交通運用塞型 大概 我請問你 為什麼你做這個工程的時候 你為什麼沒有跟我們在地的民意代表去溝通一下 或是跟待機民眾 你知道嗎 現在人家在網路上面 或在罵市長 罵你們團隊 說什麼 罵你們說你們今天快到年底 要去消化預算 那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也倒楣 說我們是不是有包著工程 拆就做做就拆 其實我們很無辜 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部分的交通改善 當初是按照這個交通模擬分析的結果 去下去做處理 那後來發現這個實際狀況不如預期 我們現在立刻就幫你改善 所以我們想 十一月初就會改善完成 是OK的 那個市長 這個我希望說 我希望說你下次 你到我們的開行政會報的時候 建議一下 好不好 有關於我們萬壽路 有關於整段的交通 有做重大的交通建設的時候 然後呢 麻煩一下跟當地的民代 這個就 我們這就已經示意了 你不要跟立委 你至少要跟我們議員 我們是在地的嘛 對不對 跟我們溝通一下 跟我們講一下 到最起碼有發生錯誤的話 大家共同承擔嘛 現在不是現在反而是變成 你有事 我也有事 對不對 這個反正中央的 他們不會認為中央 所以我希望說 下次你開醫的時候 你能夠 請他們要注意到 做任何重大工程的時候 通知當地的民代 還有我希望說 這個整個案件呢 我希望你能夠 追究相關人的 私職的責任 不管怎麼樣也要交代 為什麼要交代 你不一定要給我書面 但你要交代 我不希望以後 這個事情大家要 因為你看 第一個事情發生了 就是我們的人行道 第二個事情又發生 我們又不知道 所以我們被人家攻擊很厲害 好不好 那我也希望說 有關於國一甲 那個道路的問題 也希望你能夠 稍微的去瞭解一下 因為那個地方的反彈聲音大 知道被我們歸山區 要講清楚所明白 好不好 那個中立公務段 他們做人行道 跟做那個入口設施 那我想 沒有邀請當地的議員是錯的 我們請交通局 跟中立公務要求 任何只要坐在桃園 都要通知我們 我們來通知地方的議員 另外國一甲的公聽會的問題 我請高局長回答一下 應該是有辦公聽會 依法要辦 我們歸山區沒有 歸山區 最近 應該是11月4號 會辦公聽會 那我們會後 今天會後 再把開會動作讓您知道一下 好 謝謝 市長 我都知道 你從上任以來 你就馬不停蹄了 左訪了我們桃園市13區 我相信每個地方都有主機 這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也相信 從這段行走的過程中 你對我們歸山區也非常了解 我們歸山區有分為山上跟山下 那山上來講的話 幾乎都是每一個里都有公園 那山下只有一個中中公園 沒有任何的公園 除了一個大同那個地方 一個很小的公園 但是好在 在這一兩年 你指示了我們的環保局 環保局在這一兩年當中 我們的水池有做了很大的改變 我們現在已經是中毒汙染 現在變成青毒汙染 以前我走那個條路的時候 常常看看那個水池 只要下雨 紅塵黃綠藍電池 顏色非常多元化 但經過我們環保局的嚴格取締以後 這個我知道走這個西 我是沒有看到過 這半年來我是沒有看到這種事情發生 那當然是說這個環保局也很努力的用功 再加上我們水池局 在那地方也做了不少一些建設 所以我們那個整個地區來講 已經是可以成為一個清水公園的一個小小的基礎 雖然不會有那麼完美 那兩位局長坐下 雖然是最起碼它是一個基礎 但是我們說希望有基礎 我們就希望一個舞台 那舞台市長你在104年的時候 你曾經跟水池局劉區長 還有我們的區公所劉區長 以及我們四個議員 那是我們建議希望在我們的河濱公園 蓋一個天幕 那時候你也只是要辦理 這個案子呢 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區公所都已經揮號完成 設計完成了 但是現在目前為止 卡到土地的問題 就是國防部土地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在旅學區擔任鄉長的時候 甚至於我們吳智陽擔任那個什麼 擔任那個縣長的時候 做任何的這個工程內容 都沒有土 他做籃球場 都沒有土地上的問題 為什麼市長 你的執政黨 今天做那個東西 居然會有土地上的問題 卡了這麼久 市長你知道原因嗎 我請水務局回答一下 那個河濱公園的天幕的活動場 公務局 抱歉 那個林妍好 那這個是歸山區公所 他跟國防部政戰局定的契約裡面 特別有規定到一條說 如果有建築物或者雜像設置物的話 就必須要收費 所以這個部分 那個局長我知道 我對來龍區嘛 其實我做代表 我對藍凱區我更了解 我只是問一下 為什麼以前他們蓋廣場 或是蓋司令台 或是蓋廣球場 蓋什麼 以前蓋這麼大的一個 什麼飛機的柱子 以及戰車 為什麼那時候不需要土地這個問題 為什麼現在市長執政以後 執政黨為什麼現在目前為止 為什麼需要這個土地上面 這個取得困難的問題 這應該是這樣講 龜山區公所有他的單機物 所以我最近要找那個 國防部和立委 一起來協調 看看這個蓋這天母 為什麼要收費 看可不可以免費這樣 不是 那市長 如果說今天要收費 或要怎麼樣 你的承諾 你從 你擔任市長第一件的承諾案 有不機會成 會啦會成 有不機會成 晚到會沒關係 有不機會成 預算九百多萬 已經設計完成了 那現在是國防部總政戰局說要有償 我們來協調 對我們來協調 我們會把它完成 市長 我希望這是你的第一個 我認識你第一個承諾案 我認識你這第一個承諾案 到現在目前為止 因為卡到土地的問題 已經花包了啦 設計完成 我們來專案協調 把它完成播用 謝謝 那市長 我今天真的要為我們那個 開放空間 尤其是我們的路光 還有我們的遷徙 還有我們的那個貿商 的國宅 和一般的我來請命 為什麼當初開放空間 就是要供大眾來使用 供大眾使用以後 我們今天 我們所有的當初社區的規劃來講 他不像一般民間 他可能為了家幹什麼的 他全部都自己 當地民眾需求 而做設計的 他譬如說有 有那個 溜滑梯啊 坐置椅子 但是他們很無奈 無奈什麼 人家全部外面的 那個鄉親 在那邊運動 使用完畢以後 毀損 就是破壞 或是毀損 用壞了以後呢 要他們自己花錢去修 我認為這樣可不可理 因為畢竟來講 他這個國宅 而且開放空間 給所有的民眾來使用 這樣子呢 他壞的東西呢 他要自己修 我認為第一個 有點不合理 第二個呢 以前這個樣子 在我做代表會 代表副主席 代表副主席的時候呢 我們就針對開放空間 我們龜山鄉 那是叫龜山鄉 特別立了一個法 立了一個法 對於有關開放空間 可供大眾使用的 他可以啊 就是可以來 由我們的龜山鄉公所 來負責維修 所以那時候 在整個的維修上面 我盡了非常大的力量 但是身上市政府以後 那個地方啊 雖然是給民眾用 但是所有的維修呢 都不能 那我們可以比照 只要有這種開放空間 公大眾使用 我們可以比照 像以前我們龜山鄉公所 定一個法令 送到議會來審 因為我相信議員他們也不會 因為他是開放空間 他不像一般的 開放空間 裡面做什麼 什麼一些什麼 教育廳啊 或做什麼 他沒有 他把他整個圍起來 沒有嘛 所以這個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說 我們定立一個法 然後讓我們 有關於這個 所有的開放空間 對不對 只要是公大眾使用的 我們都可以幫他維修嘛 這代表說 不管怎麼樣 他雖然是開放空間 他也是我們 屬於我們 桃英市的市民 好 那原則上 封閉社區是沒有 沒有給地方政府來維修 但是開放社區的部分 只要出具同一函 公共使用 那我們可以來 來這個彈性處理 那這個部分 原則是我贊成這個看法 我請黃局長補充一下 李爺好 我們現在分三部分 一個叫做封閉型的 一個叫半開放的 一個是全開放 全開放沒問題 封閉型的 我們只能做緊急的 搶修的部分 那半開放型就是現在您提的 經過他們的區分所有人大會 他只要有開放出來 跟我們簽訂一個行政契約 他們負責幫我們巡邏 我們的公務設施就可以進去維修 現在這案子已經簽報到府裡面 在秘書長桌上 好我希望是這樣 這個辦法如果通過 因為以前我們在龜山群來講 因為我們在龜山群來講 行事有年了 我也希望說我們這個東西不要斷 因為人家鄉親是在反應 我希望這個問題來講 能夠徹底解決一下 只要建立規範就可以維修了 其實市長要問一下 就是我們都知道我們的里長 林長是第一方最基層幹部 那林長他所負責的文學發放 政治人員的召集 都是需要林長來處理 所以林長在我們整個的行政體系來講 他雖然是最基層 但是屬於最重要的一層 那我先來問一下 因為最近在我們以前龜山群的時候 我們對林長的表揚和各項的活動來講 都是非常慎重 慎重來辦 因為畢竟來講一個林長七百多個 要表揚一個里 要表揚一個也不容易 所以我們每一年我們的 在龜山區 其他鄉鎮市我是不知道 在我們龜山區來講 每一年辦的都非常盛大 最後申格池霞市以後 前一個月去參加我們的林長表揚 我看太寒酸了 整個活動在我們演一梯 什麼都沒有 一人來就拿了一塊獎牌而已 給搞不清楚那到底是什麼樣的活動 最後才知道是優良林長的表揚 但是我是希望說 我現在是目前為止 我不希望他辦得非常的盛大 但是最起碼要辦得簡單隆重 讓別人表揚的 有那種受表揚的感覺 因為你這樣好像便宜行事 隨便辦一辦而已 所以他們跟我講 說每一年各區辦林長表揚 大概只有十萬塊而已 我們可不可以市長 可不可以把它提高 再提高十萬或十五萬 也沒多少兩百多萬 那二十五萬 給大家辦個像樣點 這樣簡單隆重 我不要豪華 這樣對什麼 林長有一個尊重 我認為這應該 我們不要說對議員尊重 對林長尊重 我們對林長也要尊重 林長是第一線的服務員 他有負擔很多政令宣導的責任 所以我們桃園市林長的津貼 2500是比較高的 而且我們今年也辦理林長的團體意外險 所以目前我們林長的福利是有 那至於林長的這個表揚 那謀犯林長的表揚 是有編預算 我請那個湯局長說明 如果有必要增加我們就增加 十萬 我記得十萬 跟議員報告一下 那個林長的表揚 一直都是鄉鎮市公所在辦 自行嘛 統頭自行嘛 不過我想議員這樣建議 我想從來規範 剛剛局長的意思說 以前各鄉鎮市幹各鄉鎮的 有的辦的大有的辦的小 那既然說現在要統一的話 那統一的話 就給他辦個隆重一點 好不好 應該我的印象中 我的印象中 不是以十萬做規範 那可能各區公所編的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請那個民政局調查 他是一塊獎牌 補助一千塊 做一個基準標準 我剛剛講說 這一個獎牌 就是一個獎牌是一千塊 好啦不要太寒酸 對 好不好 那這樣 我請那個民政局統一規劃 把回顧提高 最後我要感謝我們的兩位 各讓我十分鐘 但是我要跟市長講 我是希望說 我們不管怎麼樣 我們應該共同的 為我們地方上來努力 好不好 我們不希望說 因為你破於壓力 破於什麼東西 來 你來做某些承諾 我希望你的承諾 就剛剛你講的 理性客觀 然後事情大小 而做一個判斷 好不好 我希望這樣 市長會溝通 也會有抗壓性 放心 好 謝謝 謝謝 那 喂喂喂 那我就不再做一個一的來稱呼 我想第一個我想請延民集的集長 我想 今年 今年度你們特別說明是說 什麼叫做原住民主發展基金會 那算是一個在桃園市 甚至在全國原住民的各級處 六都 最應該算是極竄 那是不是請集長 他把這個什麼叫做 原住民主發展基金會的功能 是不是很明確的來做一個說明 好 謝謝易做 市長 原住民發展基金 我們目前在做一個基金條例的部分 我們基金條例的部分 這個跟我們發展條例是不同的 事實上我們也成立了這基金會 是將來是要藉由我們 民間的企業的模式 透過公司的跨領域去做結合 所以說我們為了促進我們 援助民族各項的發展 比如說在文化 在教育 在經濟產業 這部分我們都一併在基金會裡面 在一個微臥的一個基金會 所以說我們基金會 目前我們所辦理的事項 包含說我們針對我們 紀錄的發展的交流 以及我們主情的事務 以及我們的產業的發展 以及我們未來媒體方面的講述 跟研究發展的應用 跟我們將來要出版我們原住民的刊物 還有我們要講助我們人才的部分 以及我們研究機構的贊助 跟政府委託事項 還有我們基金會裡面其他的行政事務 所以說這部分將來會針對我們 整個原住民事務的發展 會有莫大的幫助 好 機長 在你們編列的預算 明年的預算是 基金會總共編了三千萬嘛對不對 對 所以說就是我們要成立一個 財產法人的基金會 那以後如果是說 我們桃園市的主任要 申請創業貸款 這個基金會 是不是可以從這邊 基金會來做申請 將來我們剛才也提到說 我們的產業發展的部分 當然是說 我們會結合 嚴明會也有一個創業代表 讓我們原住民 如何去申請我們產業發展 我們會教導他們去撰寫計畫等等 所以說我們 嚴明會也有一個綜合發展基金 這個金額也是非常的龐大 所以說我們也會如何教導族人 如何撰寫計畫的部分 讓他們在我們整個產業發展上 能夠說自力更生 好 其實這樣 謝謝你說明的這麼明確 第二個我再請教一下 這幾年來 那很多原住民的訴訟案件 那無論是行事或民事的部分 你們是怎麼樣來做一個 原住民主任的一個法律的 民事或訴訟的一個補助案 謝謝易壽 有關於我們原住民法律輔助的部分 我們分成兩個方向去走 第一個是法復基金會 是免費的讓我們原住民能夠 提供他們法律輔助的部分 所以說當我們原住民發生 法律事件的時候 由我們集裡面引領他們 陪伴他們到法律輔助基金會 讓他們到基金會裡面 直接來受理 所以說這個受理的工作 我們會邀請 比較能夠了解 我們原住民事務的律師 能夠來協同幫忙 我的意思是說 一審來說 地檢署的部分在偵查 就要用 假設要用一般的律師 就要用偵查的部分 就要付五六萬 那第二個 一審法院的部分也是發揮了 我現在是講刑事的部分 我現在是講刑事的部分 偵查的部分就是五萬到六萬通常 然後到進入一審 法院的審理的時候 又是五萬到六萬 我想這兩個刑事的部分 是不是同時可以做一個 補助的一個經費 將來我們基金會成立的時候 我們會針對原住民 因為對法律部署的部分 我們著加做補助 我想說這部分在明年的部分 我們會朝著這方向 在基金會的部分 針對法律輔助的部分 我們會著加的來協助 至於我們府裡面也針對 我們會協助我們原住民撰寫書狀 這部分就是每一件 我們會做實質的去補助 另外我們提供律師跟裁判會 我們這邊也有做補助 最高可以補助三萬 能夠減輕我們原住民 在法律訴訟方面的費用 我想往後如果說 未來有這樣的一個情形發生 要很明確的寫出來 因為一省還是要發了一些的歷事費 二省有沒有可能也有可能 最高法庭三省有沒有可能也有可能 所以往後如果要做一個補助金的金額 要明確的做一個這個說明好不好 這沒問題 OK好請就 我想接下來我再請一下教育局的局長 那個目前啊桃園市啊 國小或者是國中小的那個校長跟教師 甄選的制度是 是不是可以做說明一下 好那個跟裕作報告 那我們原住民的國小跟國中小的教師的甄選 跟這個納入一般的這個甄選過程裡面 不過呢是有另外一個有原住民教師組 這樣的一個情況 有特別的考量 那也有考 加考這個原住民的主語這樣子 那我們在錄取的時候呢 會做額外的這個考慮 那特別是以這一次的校長臨選來說 就是有一位張校長呢 他經過校長的這個 偵訊 除訊完畢以後呢 他就立刻就第一優先分發到這個原鄉 來出任校長 他並沒有在這個教育局裡面呢 在等待 通常是一年辦理幾次 我們通常是一年辦理一次 辦理一次是不是 是不是有公告在網路上做一個公告 公開的甄選是 其次啊 我記得在去年的時候 市政府 嚴明局或者是教育局 也有編列這個原住民協同的 早餐跟營養午餐的部分 那現在 嚴明局這邊部分現在好像沒有編列 都在教育局這邊 我想請局長來做一個說明 目前 怎麼樣 怎麼樣的協同 尤其是我們原住民的協同 怎麼樣才有資格 來這個 再一個補助 跟翼座說明 目前我們還是依照 本市的市立各級學校經濟弱勢學生 早午餐 全額免費的辦法來執行 那我們本市的原住民 基本上已經達到1萬290人 那麼其中呢 這個營養午餐的補助的原住民學生有5262人 那麼一年所需要的經費是4735萬 那麼在營養早餐方面的話呢 所需的經費是2295萬 那目前是這樣執行 那如果說要納入原住民的學生全部都是免費的話呢 那麼營養午餐 光是營養午餐的經費就會達到9261萬 其實我想很多齁 因為畢竟我們族人在桃園市發展齁 還是在經濟上真的非常的困難 那我知道 你的營養午餐 早餐跟營養午餐還是有牌服的條款 但是我想神聖的齁 跟各校各學校的這個校長或老師齁 去嚴格的審理齁 真的是要幫忙的人齁 這個協同就要做一個 要執行的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好請坐 最後一個齁 我想今年度啊 法治局的局長齁 因為今年度我們特別有 這個立這個桃園市原住民自治發展條例齁 也特別齁 因為這幾年來我一直對於調解委員的制度 怎麼樣的一個產生齁 那我也知道因為我常常啊 跑到各區做一個調解 但是很多的調解委員有缺額的部分齁 也從來齁 也從來沒有補過我們原住民的這個調解委員齁 就是調解委員產生的方式呢 目前依照相鎮次調解條例的規定 是由區公所提加倍人選 然後經過本府同意之後 送那個院檢雙方來做聯繫審查 那目前依座所關心原住民調解委員的部分呢 目前因為中立區因為人口的增加 會增聘一席調解委員 那這個調解委員的部分呢 目前府裡同意的人選 也是原住民族級的調解委員 那也已經送到那個地檢署 跟地方法院 那現在等待地檢署跟地方法院聯繫 會議召開之後 我們就會依法與聘任 那另外就是說 107年6月30號 這個本屆調解委員任期屆滿之前呢 我們的零聘作業的部分呢 按照我們目前的零選作業要點呢 我們有自建跟推薦 那原則上按照那個調解條例的規定呢 就是希望束縛具有法律或其他的專業 都符合我們整個零選作業要點 以及調解條例的規定 那我們也會在這個 那個藉旗要新聘的時候 特別通知屈公所 注意一下相鮮事調解條例的規定 以及我們即將在這個會期 送到議會的一個原住民族 發展及保障基本自治條例 有特別明文規定說 只要涉及原住民族 涉及人口滿三千的話 至少要有一位原住民族級的調解委員 會特別提醒屈公所來注意 謝謝 好 局長 因為真的講 調解委員會的素質 參差不及 因為我過去啊 也當過兩任八年的調解委員會的委員 那當然我們尊重過去啊 還沒改為直轄市的時候 那個都是 過去我所知道就是 調解委員會是 先送到代表會 然後由我們代表會 統一通過 之後 那個調解條例以後 有所更改就是由鄉鎮市長做一個推薦 所以往後 如果這一次各區的區長 推薦這些人員的時候 稍微去了解一下 這個委員的素質啦 好不好 以便 往往他們的群會受損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請局長都會費心一點 是我們會在下一屆要聆聽之前呢 特別發函請各區注意 要注意到就是 學經理以及所受的訓練 那如果是已經 曾經擔任過調解委員會後啊 我們也會注意就是說 他在擔任調解委員期間 這個調解成功的一個比例 這個我們都會提醒各區來注意 謝謝一座 謝謝 好 那我就到此啦 那接下來 好 我覺得我也不就客套了 我想這個今天 市長喔 這個非常難得啦 這個我的這個哥哥啊 這個這麼樣的這個 這個有點這個火氣 我想這個應該是已經是 他已經忍不住了 所以在這裡我想 溝通是非常重要的啦 這個能夠好好的溝通 我相信應該 這個事情就應該不會 這麼樣的僵啦 那本來我在這邊 這個要好好的褒獎一下 結果我的哥哥都這樣講了 我就不好意思啦 這個其實啊 這個 他不是針對我啦 他是 對 他不是針對你啦 他是針對事啦 那個 好 那個我再說明一次喔 好 再說明一下 理性問證 提出合理的建議我都會接受 那其實不用拍桌子啦 沒關係 但是如果真的會要拍的話 我們也會拍啦 尤其楊慶福 你不要看他那麼的和蔼可親 他真的生氣的時候也會拍桌子 好 那我想這個之前喔 這個我在這個 不經意的狀況之下 結果我看到這個 桃園智這個刊物 這個十月號 裡面是因為有介紹劉盛前議員 所以我就欸 有介紹劉盛前議員 我特別特別的把他拿來看 但是除了這個對他講得非常好之外 其中這個也有大篇幅的 對於我們這個不管是都會區也好 或者是復興區也好 原鄉部落也好 都有這個大概將近一半的頁面 都講得這個非常好 包括觀光產業的部分 包括這個現在目前在推動的這個政策的部分 都不錯 我希望這個刊物是不是都有廣發到 我們所有桃園市的各機關學校或者是團體 有沒有這個刊物有沒有這樣子來廣發 謝謝蘇議員喔 這個桃園的各機關學校都有 那包括全台灣的24間成品喔 那包括桃園的摩斯百貨公司喔 一些大賣場也都有發 對像這個喔 像這個這麼好的都應該要 一定要好好的這個把它廣發出去 其中你看他這個講得非常的好啊 對於市長的一些相關的政策喔 比如說這個 從去去年的8月1號的這個 證明運動喔 我們是單一窗口喔 對不對 如果要改這個姓名的話 是一個單一窗口 還有對於這個我們原住民的微型保險 這個30萬的這個這個部分 也都有在涉獵喔 還有包括4000塊的這個租金的補貼 喔 甚至於就是這個 我們一區一集會所喔 大概是在哪個區塊 他都介紹的非常的清楚 還有就是老人日間關懷站的這個成立 還有就是 反鄉專車的這樣的一個措施 甚至於這個社會住宅的這個保障 喔 然後呢 原住民族的這個這個什麼福導員在設立在每一個區的區公所喔 還有就是原住民的發展基金還有原住民的這個自治條例等等喔 我想這個都在這一本這個康務上喔 都很簡單的而且非常的明顯的就把它弄出來喔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我希望說這個這個能夠盡量的發給我們所有的這個全市的機關學校好不好 好謝謝議員 但是什麼時候 你們都有這個劉順全還有其他的議員什麼時候輪到我們兩強一服啊 下一期 那個跟議員報告下一期就有了 啊那麼快喔 對 我想 哎呀哇塞 我聽說訪問很精彩 是喔 好啦謝謝你喔 好謝謝議員 那我請教一下管理局局長喔 這個昨天我看那個新聞報告那個自由時報上面有寫喔 就是好像我們有跟宜蘭這個宜蘭縣喔 就是在那個交界處你們有做一個這個好像旅遊的一個 這個共同的一個合作的一個這個狀況是到底是怎麼樣 這個是不是能夠說明一下 是 謝謝我們非常關心厚山觀光發展的志強議員喔 那其實昨天是我們第二屆辦的雙鐵的一個活動 是 那是鐵馬的部分是從大溪這邊騎到我們的這個拉拉山 那麼鐵人的部分呢是從拉拉山跑到這個名池 那我們這次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喔 能夠擴大我們的觀光發展的一個領域 那同時呢也增加拉拉山這邊旅遊的一個深度 那我們這次只是一個活動空間的擴大 那當然同時也來推廣那個田市啦 那我們希望明年呢可以推動一個三天兩夜的遊城 一個晚上住我們巴黎 另外一個晚上可以住民寺 同時這兩個地方各有一個神木群 也可以參觀神木群 那再來呢 這個整個北橫公路呢 它是一個很有名的一個檜木公路段 所以也可以欣賞整個路景跟山景 我們希望將來大家來到 不管是從桃園到宜蘭或是從宜蘭到桃園 不用再去塞雪碎 也可以來玩玩不同的一個遊城 這個是我們初步的一個構想 非常好我想這個部分不錯了 其實後山部分從巴黎一直到民寺 甚至到宜蘭這一條線 確實是值得可以去開發啦 但是就是說因為可能有一段路 它有一段路非常的比較窄小 而且這個落實很多 這個部分可能要請宜蘭線那邊 如果說能夠把它拓寬的話 未來這一條線從巴黎一直到宜蘭 這條觀光的這個路段也是值得我們 這個可以好好去推廣 也帶動我們後山地區的一些 觀光產業的發展對不對 是 好 謝謝你請坐 謝謝 好 巴黎市長 這個請教一下 前幾天我跟你一起參加過 這個我們跟樸園這個籃球隊 這個冠名的記者會 我想那天做得非常的好 那我們體育局真的不簡單 把這個SBL這個非常優秀的 而且是第一名的球隊 能夠跟我們桃園能夠合作 這個不但是從盪球 我們跟Lamingo一起合作 然後現在籃球也一起合作 那你在記者會上面也講 你說大概我們在明年度 大概我們會在前四 大概會增進20座的天幕型的球場對不對 這兩年我們規劃了20座 這兩年嘛 但是我要特別跟你報告的 就是我們原鄉的天幕型球場 何時能夠實現 這個部分是我真的非常關心 那我也特別請我的服務處 特別到我們臨近的這個縣市鄉鎮去調查 我可以跟市長報告 像宜蘭縣大同鄉 它的籃球場數量有9座 它光都是9座都是天幕型 都是有這個像這個那麼漂亮的 像南澳鄉 它有11座的籃球場 它有7座是天幕型 4座是開放就是沒有天幕的 尖石鄉也有3座都是開放的 這是我們的復興區 那當然我們復興區到現在1座都沒有 當然我知道今年度 我們園民局它有這個 有在做規劃 也選定了4個位置 但是我說實在的 我們的進度真的是比較慢 我真的希望說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真的是要加快腳步 我不知道現在狀況怎麼樣 我請那個人 我來說明一下 對 那個復興區設天幕集會所 跟球場是我們的政策 那我上任後先核定了兩座 那原來有水保的問題要申請雜照 那後來我們府內專案延商 把它列為臨時建築免雜照 那解決很多程序的問題 所以現在兩座應該都在實成表上 我請那個林局長說明一下進度 因為原來是有一個水保問題 很麻煩 我想水保問題這些都是我們內部的事 我們現在用臨時建築方式 對 我想這個部分 我請林長說明一下這兩座的進度 一座您好 有關於我們天幕球場的部分 我在 捲要的回答 9月30號已經完成有關於水保跟雜照的部分 現在免雜照 因為它是臨時建築物 所以說我們現在已經第一座的天幕 就在您的家鄉高繞 所以說我們預定在11月8號完成我們的設計說明會 因為整個水保跟雜照指導都可以解決之後 我們已經在11月8號就可以完成設計說明會 我們預定 我們要儘快在明年的6月之前 第一座的天幕球場會在我們 我們高要完成 明年的6月是吧 對 另外第二座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已經在明年的預算裡面有做規劃會 因為我們三期因為涉及到水保 所以說我們先先規劃在可行性評估的部分做好 然後細部的工程計畫我們也做好 就是在107年我們陸續可以再做完成 如果說一座是在高繞的話 我希望另外一座能夠設置在我們的後山地區 因為這樣前山後山各有一個的話 對於我們整個復興區會比較來的比較好 不要說都是規劃在前山 你後山一定也要有一座 是不是這個可以來做評估 然後在107年的6月可以在後山第二座就可以完成 好 謝謝你 好 OK 市長這個再請教一下 這個就是有關於我們在復興區 三光裡有一個復華鐵力庫部落 說實在的到現在這個原來我們桃園是那麼的進步 而且我們也深刻了 這個竟然我們還有一個這樣的一個非常可憐的部落 因為當初在七零年代他們也是因為簽村 簽到現在這個地方來 結果那時候的工所給他們興建 是這個一類似像國宅的這樣的一個房屋 但是這個房屋其實是嚴重的海沙屋 經過了這個大概30年的這個清洗之後 他這個外面下大雨裡面絕對都是下小雨 幾乎不能夠住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我在上一次 我跟我也親自拜訪過的市長 我想說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看看如何去來處理這件事情 他們現在的要求很簡單 就是希望說在他們的這個頂棚上面 能夠加蓋一個就是這個頂棚鋼架的頂棚 就把那個水能夠倒到流到地面上 這樣的話會減少他們這個上面的這個一直漏水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這個部分我是想說有空 我們看看市長跟我一起去看看 然後呢我們去看看這個看看怎麼去解決 我們圓民會有修繕的這個把補助的專案 那我們是不是透過圓民會我們來爭取 或者是我們自己我們自己來處理這樣可以不可以 好謝謝蘇志強議員 那議員很有愛心這個是民國74年的安置住宅 那現在其實已經蠻老舊了 那圓民會確實有原住民住宅的修繕補助 我想請圓民局把這個修繕補助的這個辦法 看他們是否符合條件 我們來爭取專案補助 這好像只有16戶而已 對16戶沒有多少人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有空 我們你有到後山 我們去看一看好了 我們去看看 能夠能夠幫他們修繕完畢 先做一個這個把他的這個漏水的狀況 把它減緩嘛 後面我們再來看好不好 這個部分拜託拜託我們圓民局好不好 好 好 這個最後我還是要講這個 市長 這個我們後山的加油站 對 從我們那個時候 你那個時候指示 一直到現在 已經過了一年兩個多頁 對 這個你說中油公司的董事長也來拜訪問你 對不對 沒錯 那我們也選子也選好了 上一次油副市長也親自率隊 去做一個會刊 到底這個什麼時候 我可以看得到 這個到底什麼時候 我們這個是不是遙遙無期 那個 新任的中油董事長 陳經德上個月來拜訪我 我跟他說 你要趕快提出興辦事業計畫 我們選子幫他選好了 停車場用地變更為加油站用地 那當然他有所謂的水保環評 用地變更的問題 那申請單位變成中油 他要提興辦 我請金發局跟園民局 那個有組一個專案小組 要來催促中油的進度 那這個進度要管控 因為其實中油對後山地區 他這個服務真的不周到 那讓後山沒有 這要用油正義 對啊 因為這個你知道嗎 我們後山有三個禮 他們要加油 要到復興去加 一到復興再回來 那個油都已經剩下半桶了 包括居民包括遊客都收到 對啊 那個進度的部分我請林局長先說明 那租局長這邊要當中油的對口 這部分我們土地的部分 我們已經在我們的停車場用地 已經選擇好了 至於後續我們就是可能金發局跟我們都發局會協助變更地幕 還是一定要中油嗎 如果說如果中油他一直慢吞吞不行 那乾脆就是我們再找那個台塑或者是其他的 其他的加油的公司嘛 不一定是要中油 每一次中油都是那個老大不甩 就像那個邱家亮議員每次講的 對不對 這個不行換一個嘛 這樣子啦 80加油站這個專案 我請那個金發局當中油的窗口 我們市政會議把它列為 研考會列管項目 每個禮拜都要追蹤進度 好 謝謝 我想這個金發局拜託你 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真的是 已經後山的民眾已經期盼了幾十年了 而且他們 選址今年完成了 對啊而且我們市長也這個真的有答應 那副市長也去了 結果去了 讓大家燃起了很大的希望 結果大家以為說 大概明年就會看到加油站了 結果一直到現在 你看現在已經十月了 再拖再拖 那明年又沒有 那後年又沒有 這樣的話我覺得 我們來督促中油 應該要有的態度好不好 督促清辦事業計畫 這個事情不能拖 就請那個金發局當窗口 列入研考會那個 市政會議的管制事項 好 局長可以嗎 可以 沒問題 好 謝謝 我的質詢到這裡 謝謝 來 全哥 好 謝謝 那 市政 請教你 請教你 你上次我這順 你說我的所理不準 結果我等查起來很準 那沒關係 因為你市長講的話就算話 好 謝謝 那我會檢討 那你也要檢討一下 好 來 那我今天問你一個數字 你知道了嗎 每一天 有多少必死豬 來給我們訪問 這我當然不知道 不知道嘛對不對 那來 那這個我可以提供數據嗎 好 可以嗎 可以 可以齁 每年齁有1500萬噸 1500噸 1500噸 的必死豬 來給我們訪問 在訪問都會處理 你知道嗎 請農會局做明一下 來農會局 農會局 農會局 好來 雅盛嘛 雅盛嘛 雅盛是一家冷凍食品加工廠 是 結果所有的病死豬違法在雅盛做處理 台灣有一個合法的化製廠 在雲林縣 是 那 為什麼不直接去化製廠 為什麼要到雅盛來 而且我們還要收台北市的 我們還要收新北市的 我們也要收我們訪問 我們所有的北部病死豬都招來訪問 你覺得這樣子對得起我們如主的區議 我先收報告一下 當初在協調的期間 因為我們整個畢死豬的 再怎麼協調也不能違法 農委會那邊來做總窗口 因為我們所有的收集的部份 我們做轉運的部份 我們對現場的部份 消毒的也好 還是監視器也好 那另外一回事 局長你進入狀況 局長不是一個禮拜 你進入狀況 你所有的畢死豬 你來跟雅盛 雅盛不是一個合法的化製廠 你今天違法堆滯 這要病死豬 你這樣子的話 什麼叫做消毒 你本身就已經違法了 你三個消毒 這個部份議員的意見 我們也來跟農委會議員 不是這個早就要處理啊 我知道 我也有 很一段時間 也有去到農委會翻譯 翻譯結果 我們也有在新北市找個 社會的桌點 來做協調 目前好像沒有協調 新北市不用你去找 新北市人新北市找好了 台北市台北市人找就好了 其實你剛才說的 都不進入狀況 現在還有一座化製廠 是在苗栗 在苗栗 但是一直沒有辦法來成立 但是我沒有生理理前 我現在嚴格要求 我不容許說 我桃園三角地區 我給議員報告 苗栗這個 是農委會 新的一個 早群的地點 也搜尋 進入後 不管啦 不管你怎麼搜尋 我現在不希望說 把壁死豬放在我三角 我希望壁死豬 趕快直接就運到雲林去 這樣有什麼困難 你有什麼一年 一天五六 一天五十斤 放在我三角 在哪裡 亞森在那邊 影響已經很大 那邊有一個拍賣市場 有一個亞森市場 有一個路的影響 市長去鄉鎮 區鎮座團會 也跟人家說 這個要來做出力 那你現在 農業局 你這邊沒有一個作為 怎麼可以 好像說現在 如果說 這個 目前的狀況 我們政府如果說 沒有啦 現在不要再說 目前的狀況 你們現在給亞森處理 就是違法處理 違法處理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怎麼去取締它 要怎麼樣 不要在那邊處理嘛 他剛剛 李雲強說 大家親聲謝謝 我也親聲謝謝 那我講的重點是說 他違法 你講的重點又說 不繼續處理不可以 這部份 我們來反應農委委會 這描述的部份 您請加快調步來做處理 這個是老問題 農委會在主導 整個化製廠的營運區 假設亞森沒有執照 我想市政府農業局 跟農委會反應 沒有執照就不能收 那我們來跟農委會反應 他是全國他在發執照的 不是我們發的 報告市長 報告市長 在101年度發生公安事件以後 亞森就是沒有執照 亞森在101年度之前他有執照 他現在就是沒有執照 好就是說 假 我當時是說外設的那個 我們的肉品市場 那個運租的路線要調整 那亞森那個案子 我還沒有 我要看一下那個 請農業局把它研究清楚 假設沒有執照 我們跟農委會來距離力爭 對我希望說 市府能夠跟鄉民 站在同一個立場 我們一定是跟鄉民站在同一個立場 對阿一無一方 我們就不可以支持 我們又給亞森錢 然後讓他們來處理這些壁死豬 沒有 處理壁死豬要錢 那另外一回事 能不能合法的處理場 這個才是重點 對阿 重點他不是處理場 但是他在那邊 我們專來來處理這個亞森的事情 合法應該處理 如果不處理的話 因為這次農委會地發計較 我請農業局來當窗口 農業局這邊要加油 要不然的話 我們地方政府不能 不可以做農委會 農委會我們來處理 我們要怎麼辦 就不要讓他進來 要不然我就抗爭 我就帶人去圍阿 那不就最簡單的方式嗎 我們本身我們自己 我們投資的 我們投資950檔 我跟妳說 我們投資950檔 780340檔 荒南市場380檔 農總加起來差不多1500檔 送禮我都很清楚 好 我請農業局專案主理 好 謝謝市長 那第二點我大概請問一下 市長 我們在中心釋鎖的時候 我們編了兩億多 那謝謝妳 在路上 在我們府府蓋了一個 農社會局也好 我們的圖書館 還有我們集會所 非常完美 那在那時候 妳有說一句話 就是說它對面的 2-11號池 綠美化的部分 這個案件 我們市府這邊會加強 然後加速來做一個處理 2-11號池 就是說六個筆 那上面有國有財產土地 上面土地非常的單純 那我們單純做個綠美化 是不是現在進度跟什麼程度 是不是請市長 請我關單位報告一下 那個 他講的是那個大族的2-11號池 那我印象中好像是產權好像還沒有取得 我是不是可以請那個黃角回答一下 不過所有的綠美化都沒有辦法取得產權 所有的綠美化都只有 同意書 同意書都沒問題 因為只有水利會 水利會只要市長說就沒問題 那那當時市長 那那些水利會都一口一口協商 對對對 一口協商 所以當初我們是拜託市長 因為市長說 因為官方不錯 拜託市長去說 那國有財產局的部分那天也會堪啊 那天也會堪啊 請黃局長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這一口 確實打算把它列為大土地去綠美化優先的那個項目 那是一個非常重點 那請局長說明一下 目前我們有協調八口皮糖 那其中三口他已經答應了 另外的他是說同意但是瓜壺有償 你這八口齁 我老實講 你這八口沒有包括二十十一號時 沒有包括到二十十一號時 二十十一號時是我們以前說的六個比 這一口齁 如果沒有包括我們再列入協商 因為那個水利會齁 他就是一口一口放了 所以每一口我都要去講 所以說你剛好沒有二十十一號時 那沒關係 今天喔 今天那個議員在提醒 我們把它列入協商 因為我們列了很多啦 那水利會就同意其中前面幾口 後面還沒同意 我們再來協商 好不好 好 優先來辦理 因為你也刀刃不久 那個大足地區確實需要 那一口以後的那邊從下去人很多 對啊 所以我覺得優先來發展 好 謝謝市長 謝謝 那謝謝局長 那剛剛那中心四里 那現在大概來講一下 錦芯、辛龍二里還有南芯五里 那個民政局長 這五里 南芯五里的集會所 還有辛龍還有那個錦芯兩里的集會所 現在辦理情況如何 我們現在在架構 沒有啦沒有那個都完成了 架構已經完成了 架構完成了 現在我們講到是發包設計階段 然後經費 那我再問一下好了 106年度有沒有編列經費 有106年度放在我們這裡 有放了嘛 那106年度編列經費 那等於說105年度之前 因為市長上次去勘察的時候 是希望105年度之前 能夠把委外設計包能夠發包 那現在剩下兩個月 完成了沒 現在設計包已經發出去了 還沒啦 還沒啦 也不要狀況外 因為整個區公所 現在兩個案件都還丟在那邊 那我今天要質詢前 我還去問一下 就請那個民政局 因為他委給獨讀區公所做 請民政局督導 設計包今年底前要發包 市長你不用急沒關係 慢慢來 我要講一個重點 就是說公所是我們服務的第一線 對 那頂竿報索所說 所有的區長 站起來 然後說我們市府的效率差 我就很不以為來 那結果我現在要突顯的問題是 我們第一線的區公所 它的效率比我們更差 那是不是要把這個報索列入區政考核 你們區政考核機制也有一點小問題 比如說盧竹 他沒有 他那客家事務局的業務就比較少 所以他分數就拿的比較低 然後他的分數就會更 總體分數就等於到扁 對這個我們有發現 對有發現這個問題 那好那現在很實際的問題 我們市政府的要求 在105年度之前 要把委外設計包給包包 結果到現在都還沒有動 那剩下一個多月 可能他有辦法來完成 但是你們要監控他 好不好 好謝謝齁 來市長齁 我們會給你研究一個主要的議題 我們桃園捷運公司的問題 我不講桃園捷運 因為桃園捷運他完工沒有安全疑慮之下 他到了我們開始做 我現在要講的是桃園捷運公司的問題 桃園捷運公司的問題 在民國89年高雄捷運公司他成立以後 他的出資者有中鋼 還有遠東集團還有中心還有農民工程 就是說他們集資了大概27.86億 成立了高雄捷運公司 那高雄捷運公司 從2008年開始營運 一直到今年 一直到今年 總算有少部分的營餘 他總共的營餘 稅後的營餘大概0.91億 就是高清18萬 那他總共分兩條路線 就紅線跟橘線 他每一站大概就是20塊 每一個站段 第一年 剛開始的人數大概2千萬人 一直到105年 105年 2015年 12月底 他們現在有6千萬人 你坐這兩條捷運 6千萬人做這條捷運 他們稅後營餘才9千1百萬 其中 為什麼會有9千1百萬 事實上他是虧1億9千多萬 因為還有市政府 挹注他金額 所以說他有稅後 盡力0.91億 好 那我的重點來囉 我請教你 那我們 捷運公司 在105年 他所編列的 收入跟支出 有多少市長 你知道嗎 這個送禮 讓你先回答 請交通局回答一下 來 交通局回答一下 陶傑公司的這個營業收入跟支出 目前是沒有進到交通局 他都直接送到市政府 那我現在就要問市政府啊 我這邊沒有數據 我沒有數據 我會有查給那個 因為他主要是通車的市程 那數據 我跟議員說明 他原來的訂的通車時間表 沒關係 通車時間 通車時間不是重點 我今天要講 我跟他說 捷運他安全交給我們 我們就接受 我們就開始營運 我現在講的是公司的問題 我不講桃園捷運的問題 我講公司的問題 陶傑公司的問題 因為他預估有捷運收入的問題 對 有收入 那我現在問你 105年度 本來講說105年會開始通車 因為那個 所以他這邊有做收入跟支出 但是因為通車時間有延檔 沒關係 我是要講預算 我現在講預算 您作為預算數碼 對 他的收入有多少 我可以提供收入嗎 可以 可以 他的數字 就是他的收入 11.2億 11.2億其中 他的運輸收入 9.58億 營業收入 營業收入 1.56億 業外收入的部分 有 業外收入的部分 有9千6百多萬 就是說 這間公司 在1505年 開始營業的時候 它的收入 11.2億 包括 票務收入 還有業外收入 還有營業收入 總共加起來 有11.2億 那它的支出會有多少 市長你敢知道 我可以說嗎 好不好 因為現在說的 數字都要尊重你 請議員先說 我說 他的數字 他支出的部分是 17.7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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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這間公司 在100.5年開始營業 105年開始營業 它的支出會17.7億 他的收入11.2億 那要了多少 一年要虧多少 應該是5億多到6億之間 大概就6億嘛 所以說 如果105年我們開始營業的話 我們的桃園結業公司 就會虧6億多 就會虧6億多 那以他的現金流 他的工作報告 105年7月份 他說他還存 這工作報告 我可以告訴你 可以好不好 可以 好來 15億8千萬 15億8千萬 但是 在106年度 106年度 他的現金流量表 現金流量表 他的現金 其出現金會剩下 7億5千8百萬 咦 為什麼怎麼查這麼多 7月份的工作報告 是15.8億 到106年 其出 也就是1月份 的部分 他會剩下 7億5千8百萬 這問題出在哪裡 其實 桃園結業公司 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整個桃園結業公司的 那個 損益表 現金流量表 我們要根據最新的狀況 再做一份 給議員參考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這有一個問題 第一個 第一個 可能他的工作報告 數據有問題 第二個 可能他的現金流量表 有問題 為什麼 你七五月的時候 15億多 在7月份的時候 是15億多 然後到 不會啦 不會這樣子 又是你們提供的數字 所以我今天要再探 我請 現在那個通車時間有變動 我請桃園結公司 桃園結公司提供最新的 這個就是最新的,這個7月份的工作報告15億8千萬 然後現金流量表是你們現在發給我的 106年度剩下7億5千多,這個問題會出立 各位譯作報告,這個數字我們回去會再查 但是他可能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我們陶傑他是一家公司 所以他有一部分的支出 他是用投資的概念固定資產 所以他不會出現在損益裡面 我現在沒有跟你講損益喔 我現在跟你講現金喔 對對對,就是說他 因為陶傑看到了他損益很大嘛 虧損很大,但是為什麼這個 就是說現金,就是他資本剩15億 現金為什麼剩7億 主席,你冷靜一下,聽我講一下 我剛才說的是有盈應的狀況那是預算數 好,那個我現在不講他啦 我現在不講他啦 我現在是講在7月份的工作報告 你們給我的數據,他的現金有15億8千萬 這間公司的現金啦 好,那在106年度的現金流量重計表的部分 其初他會剩下7億5千多萬 就非常怕人喔 15億剩下7億多喔 好,那你請坐 你請坐 你請坐 市長 我剛才說的這個,都算是你和我的所理 桃園市附屬單位計算 營業基金現金流量重計表 他在期初的時候會剩下7億多 也就是說我們桃園捷運公司 在還沒有通車之前 柯林這間公司的現金就存差不多7億 這1億,第2億 也有可能在明年3月份,4月份,5月份 通車以後不到三個月 桃園捷運公司開始有可能倒閉 因為現金不夠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處理方式大概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原始股東 新北市、台北市、桃園市 繼續增資 第二個方法 有可能啦 第二個方法 就是你去 和我們所說的 我們請桃園機場公司 我們請華航 或是外面的公司來做投資 島租捷運公司嘛 另外一種我最不喜歡看到的第三種 大家都不理我們 結果我們桃園市政府 每一年要編錢來寄住這一家公司 有可能一年要編個5億、6億、3億 如果105年度你們的基金收入跟支出的預算數 我們每年要編6億來寄住這一家公司 那這樣錢錢啊 以上三點 你覺得哪一點行得通 第一個 增資行得通嗎 好我來說明一下 陶傑在營運前會有虧損 這個已經跟交通部來 我們已經說了 因為人員到位 那提早接管會虧損 我們請交通部要專案補助 目前還沒核定下來 營運後的5到6年內也會虧損 因為這條線 基本上要養運量 所以我們會有5、6年的虧損期 這個是一定要面對的 第二點 那個增資是一定會增資 我們大概是 如果它低於一半的資本 那個不看現金流量表 它累虧到了一半的時候 會考慮增資 那這個部分呢 我已經跟交通部說了 說喔 那麼交通部的請 目前 目前它傾向於說 除了陶氏政府以外 它是傾向於說 機場公司來參與增資 機場公司 對 那你剛剛講就是只有一點 就是說 會由機場公司來增 因為新北市跟台北市 目前增資的意願不高 不可能嘛 一個錢坑嘛 他們不增資 因為這條線 初期都不會賺錢 所以說這家公司 到時候會減資以後再增資嗎 那個增減資方案 那個陶氏公司會提出 那我想喔 我們桃園市 那我們桃園市政府 會不會做增資的動作 如果有必要就要增資 桃園市政府會增資 如果有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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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不增資 目前喔 當然這還要溝通 原始股東有兩個不增資 我們桃園市要繼續增資嗎 台北市佔的比例非常低 那新北市喔 新北市它傾向不增資 但是新北市有提出要增資的車展 所以我想這仍然要協商 那個交通部 因為這條線喔 不是只有服務桃園人 這個是從 台北新北到機場 所以 我有請交通部要出面協調 好 那就講到重點了 所以說 市長講一個重點 新北市跟 台北市 增資的可能性很低 那原始股東增資的可能性 有兩個是很低 我們佔的比例最高60幾% 那桃園 有可能增資 另外兩個不增資 這是你講的 你剛才講的 目前啦 當然這部分還要協調 那交通部說 他會負責任出面協調 那我個人的意見 因為這四個前空 我反對增資 我希望說市長 用你最良好的關係 機場公司 或是華航 請他們來 請他們 或是長榮都可以 請他們來增加股份 請他們來 請他們來增資 不是增資 請他們入股 那個 因為機場公司 跟我們陶傑公司 他的業務面有連結 所以基於港市合作的精神 他們增資是比較合理的 好 所以講到目前為止 就是只有機場公司 有可能增資 不是增資 有可能投資 有可能投資 交通部的 交通部的副案 是要請機場公司參與 好 我預計到明年 大概五六月份 大概最少到 最多到八月份 陶傑就沒錢了 那個有算過時間 明年不會 明年會 對 以他的數字 就剛剛你們自己的數字 我請那個主計 跟我們的陶傑公司 提供 那個數字 你要看一下 對 你要看一下 不要說我做任務 你要看一下 那現在票價的問題 我大概請問一下 台鐵到台北 大概三十一分鐘 價格六十六塊 非常的經濟實惠 國道客運 五十分鐘到六十分鐘 直達車的話 大概四十分鐘 他一百塊 路線很多元 每站停的大有巴士 跟國光巴士 大概五十塊 我自己有做過五十塊 那台灣高鐵 十九分鐘到 一百七十五 但是他的優點 就是比較快速 那那一天 我們問一下捷運公司 他說我們的票給 不分普通車 不分快速直達車 我們要訂在一百五十塊 市長 這樣子的話 怎麼會有人做呢 一百五十塊 這次要走五十五分才會夠位 那你因為這個票價合理嗎 那個積結的票價 仍然要審議 現在還沒審議 但是我們要提出啊 你要拿出多少 你們預算寫的 大概就是一百五啊 你們預算寫的就是一百五啊 他票價會落在台鐵 落在那個步道可以分 好 謝謝 我們中場休息五分鐘 好幾分鐘 比你要走高 一百五五 就要走高 一百五的定位 就想說 就看你了 兩百五十五 然後是沒有 張 señ山 親山 已 親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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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人沒有 所以可能你要去問問看份局好不好 我在查證據 請坐 市長 我講的是真的 最近很多人真的去報案 我不知道為什麼局長說沒有 那你知道為什麼大家都說 是不是被桃園市政府給詐騙了 他們的感受啦 對 說明啊 好 我想 這裡我們看得很清楚 最近啊 我們的民眾 大家都接到這個地價稅的單子 對不對 市長也有接到吧 地價稅都有啊 你的地價稅有漲嗎 我們地價稅的那個漲 你本身的地價稅有漲嗎 都有漲啊 都有漲 那個請地震 這個問題我已經研究過了 請地震局長說明就好 不 我想要知道一下市長的感受 那個 你自己接到地價稅單的時候 你的感覺 我說明一下 去年喔 去年針對地價稅房屋稅 那麼內政部有一個統一的要求 我們去年選擇了一個最小影響的方案 包括地震局 包括地方稅務局有研究過 那當然這個方案 我來看就是說 在六都裡面 其實我們 我們是採取中間的策略啦 那至於說 哪些地段會比較高 那要請地震局長來說明一下 或者是地震局長說明 我先請地震局說明一下 來 裕作好 那我們 我先報告一下 我們公告地價 因為公告地價是每三年 弄調一次 那我們今年的話 調的平均大概是34%多 那依照 內政部的要求是 我們要調的到 對不起我糾正是建議不是要求 建議 要求跟建議差別很大 但是建議以後 那個內政部 追的很緊 六都他都要求 要到達43% 最後我們覺得43%真的很高 我們把它降低了9% 我們好像用34%調這樣子 我們平均是34% 難道34%是平均 沒關係您稍等一下 那個市長 我想我接續的您的回答 我繼續來問 第一個 我想內政部它是建議 那到底他怎麼跟你們有壓力做要求 這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如果 連審計處也有來要求 對不起我先跟市長講 好沒關係您說 如果他今天是要求 也有壓力給你們 而市長卻能夠 顧及地方的這個百姓民生 然後把它降了 離他的目標 還不到9%對不對 我覺得很好啊 這樣你很有gas啊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只是9%呢 為什麼只是9%呢 40幾%跟30幾% 對民眾來講 一樣都是壓力非常的大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說明數字給議員知道 我們那個105年度的那個地價稅 平均每次增加244塊 那我們增加1000塊以內的 是大概占81% 那真的大塊面積沒開發的土地 那種建商握有的 或者是比較見地的部分 10萬塊以上增加了 只有2000多戶 是0.3% 所以當時我們在試算的時候 有針對地價稅影響範圍 盡量讓自用住宅 都是在1000塊以下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那個地稅局有試算過 那目前確實比較大塊面積的 重劃區的 他沒有開發 那地價稅確實有提高 這一點應該是很清楚 市長我想 雖然我們剛剛聽到說 台北市現在每這個自用住宅 每一戶平均是404塊 我們是244 那陶淵你告訴我是244 我的感受上 不管今天是台北市的市長 陶淵市的市長 我認為說 對於這個200多塊 跟對於這個400多塊的無感 全國平均佔404塊 我這樣講 我們是200多 我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有很多的地方 跟台北市或跟全國平均達不到的 非常的多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我們又來跟全國跟平均比說 這樣我們就很好 我覺得不對的 既然今天我們是最後一個深格的直轄市 我們當然要跟自己比對不對 我們是要起飛的一個城市 我們當然希望在這個地方 有別於台北市新北市 都是或者高雄市 都已經升格很久了 那我們才剛剛要起飛 我覺得是不是 應該要跟著他們這樣的腳步走 是不是這個 中央 是不是說中央 他要求我們說 六度都要43% 我們就要含在內 那是不對的 我們是一個年輕深格的直轄市 對不對 事情都還在起飛當中 我們還需要很多人 能夠都到桃園市來去樂業 我們當然不希望 地價稅往上漲 那我覺得說 當然你今天說 我們比中央要求43% 還要少了9% 對 沒有錯 這點我稱讚你啊 很有gas啊 但是我覺得還不夠啊 這是還不夠的 既然我們都可以 沒有達到他要求43% 為什麼不能再往下降一點 讓我們百姓 在桃園 能夠更鬆一口氣 不要壓力這麼大 對不對 那我們再來看 你剛剛講的 就是說一般是用住宅 可是我今天覺得 有幾個重劃區 我們還是要討論 為什麼要討論 因為這幾個重劃區呢 不管巴德也好 楊梅中立 桃園也好 他其實就是帶動我們這個 整個大桃園成長的一個指標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當年要做這麼多重劃區 無非也是希望經過開發以後 我們桃園可以更好嘛 對不對 可是你今天看喔 我們這些重劃區 目前都還是放在那個地方 我也沒有看到有什麼建設 也沒有看到什麼公共建設進去 也沒有看到什麼交通更好什麼 就是流出一側跟原來是一樣 那可是呢 我們看到喔 以我中路重劃區 嚇死人啊 那天地政局長拿給我這個資料 我一直以為 莫非我也已經開始老花言了 百分之五百八十九 百分之五百八十九 太恐怖了 那再來看喔 我的經國勢力重劃區 也長了百分之四百三十一 不打緊 這個老街西 這個A7站 分別還長到最高到百分之六百三 那個是變更前變更後的差別 那不是 農地變建地它那個差很多 那我今天講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你一直在強調的自用住宅 我覺得說自用住宅 你覺得兩百四十四塊是很低 可是你今天用個比例來算起來 其實那也是很可怕的 那我覺得我們不能去小看這種錢 全國平均是在四百多塊 全國平均四百多塊 全國平均四百多塊 你怎麼不去比說 中央給我們統籌稅款還少呢 對不對 這時候我們跟他比 我不要跟他比 我希望你跟你自己比 那個 你從上任到現在 一直期許自己要很有作為 我也希望我們大家跟著你一起 我們會 因為官議員是去起飛成長嘛 官議員你的質詢我了解 我會盡量的降低一般民眾的負擔 這個政策我是贊成的 是 但是我覺得 這個是不是也到時候也要再討論 討論一下 這一段喔 我有請地震局專門研究 就是說 重劃區現在很多就是沒開發啦 坦白講沒開發 那有的是建商買的 有的是原地主 確實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我要請他們專案研究 那這一邊喔 這邊是因為變更以後那個 計算公式改變 市長我這樣子想啊 就是說有很多人都講到說 地主地主富有的人 究竟現在都要打富 也不一定要有的是繼承的 對你聽我說 有些人就覺得 聽到地主聽到建商 有地的人有錢的人 我們今天就是要打房打富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那我覺得說今天 如果你今天開發這個區域 你把很多的配套都進去了 政府也按照步驟 讓這個地方也繁榮起來了 你地價是真的跟現實狀況可以反應 那我認為你漲是應該的 可是今天如果說 法律規定是說什麼 公共設施完俊後就要課地價稅 是法律規定 我覺得這個您是市長 你可以去瞭解 你可以更深去了解 那我覺得我站在地方民眾的反應 我想 過不久應該 我們中路統合去很多人都會來跟我陳情啊 對不對 地在那個地方 三年前三年後 六年前六年後 他都是放到那裡 你政府也沒有特別讓那個地方去繁榮 也沒有好好真的去達到開發的目的 可是呢他的這個地價稅突然間在家裡 好像有減半徵收 不是被搶劫是什麼 我印象中剛剛有減半徵收的那個規定 我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以中路跟堅果重化區的這兩個地區 我們是按照這個 他因為有農業區變更為住宅用地 所以他漲的幅度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我們按照這個實價登陸的去估的話 大概這個兩個地區大概是佔實價登陸的百分之九而已 大概是這樣 所以還是算蠻低的 好我想這個局長你先坐 我想市長今天我們質詢這個地價稅的問題 也是百姓所關心的問題 我也會專門研究一下 那我只希望不管是從自用住宅的部分 你能夠讓這個自用住宅的這個地價稅能夠再低 能夠再低 讓大家能夠再割桃園 現在這樣起飛的時候喘口氣 這個事情不需要拿去跟台北市比 因為他404我240是因此而滿意 台北市已經調非常高了 對那我認為從下去的部分 如果我們還沒有辦法做到現狀 跟反應的這個地價達到一致的時候 我認為也要去做一個檢討好不好 我盡量減輕百姓的孤單做原則好不好 市長我們不希望有萬萬歲 這裡面露了我們巴德的是151.35 局長對不對 他那個是農地變建地 我知道啦不管是多少 你調伏到一百多 也讓人家感覺真的是感覺是萬萬歲 所以大家都要去報案 我希望市長我希望說這個德證 你的德證你要讓投資的環境好 你要招商 如果今天你的漲幅是這樣 我相信桃園沒有人敢來投資啦 你這樣子的調伏 那個 中央的我們不一定要聽啊 中央的錯誤 我們不一定 你不一定要聽啊 各個重劃區的地價稅的真正的數額 我們來做一次檢討 好拜託好不好 市長我再請問 我們巴德瑞德里跟瑞峰里 我們上次在 一直都沒有這個 李明集會所 那我們在巴德國中有一塊地 那屬於他現在教育局要給我們 我希望這個資料補齊好不好 讓我們民政局 有一個李喔 他是希望說我們那邊有個社宅 那社宅的一樓可以做集會所 那個李好像是希望用那個社宅的一樓 瑞峰 瑞峰 另外一個李是瑞德 瑞德 你要那塊李改成瑞峰瑞德 因為他在臨近 我希望盡快讓瑞峰瑞德有集會所 好不好 那天我們就有希望說這方向 好 好像他現況是農地要辦變更 要辦那個特定目的設備 市長那我再請問你 你這次 這個禮拜天 你有去參加我們巴德的客家文化館辦活動嗎 那個取青的 你有去嗎 有 我印象中我有去 市長我已經講了兩年了 我們客家文化館沒有場地 沒有蓋成巴德的客家文化館 所以他辦活動都要在外面 我們有地沒有蓋起來 您在這個客家 巴德的客家文化館 什麼時候可以給我們蓋起來 那個大信里那個客家文化公園 是比較偏 所以那邊我們要把它整理好 另外就是北區的客文館 因為我想說推動客家文化部分南北 那北區其實有15%到20%左右的客家人口 那正在選址 市長我們當然希望 因為已經有地了 我們當然希望蓋在巴德 因為 你選址你沒有蓋在 我知道 崇華區那邊地比較多 但是我還是要選址有個程序 儘速給我們客家文化館 讓他有落地生命 不要每次辦活動都去借場地 好不好 我希望北區蓋個客文館 那現在我看到北區的客家人口 包括南興蕭里還有桃園中路 還有那個大園 這幾個地方比較多 那哪個地方比較適合我們 有個選擇程序 市長你看一下 我們這是我們今年度 所有消費爭議申訴的案件 我們從這個資料中 買房子的比例喔 應該是最高的啦 對嘛 那我有一個 我們消保官每天都在處理 市長你知道嗎 我們巴德有 我那天法律諮詢來了70個市民 他買房子是怎樣呢 市長我們先買房子 請問你買房子用什麼 怎麼買 你一定大概大部分的都是網路 或者看這個DM買嗎 DM是基礎的 好市長你知道嗎 他這個DM上面講說 他有迎賓大廳 中庭花園 烤肉區 閱覽室 休息區 健身房 這些 結果呢 他交屋之後咧 通通沒有 健身房 撞球間 交移廳 連帶他這上面附帶的沙發 全部都不一樣 我才知道 我到了 新政府之後 我問了這所有的科士 我們 法務局 法務局負責這個 法務局 市長 可是你在過執照的時候 那個法務局並沒有 請問嘛 誰有權嘛 市長請問你誰有權 能夠為我們消費者法官 市長我先請教你 我們今天去買房子 你消費者法官並沒有管到 他今天的這個 這個他的DM 他的這個傳單 跟實際交屋的不一樣啊 才會造成我們所有 現在我們買房子 不管是巴德桃園 很多的年輕人跟手購族 他不是個買菜啊 你其實打了DM 打了結果你交屋全部都沒有 市長我請問你 我們桃園市政府誰來把關 誰來為我們把關 我們有 我們有審核啊 可是沒有人審核說 今天你在審駕照的時候 沒有人審核說 我們的DM跟的那個 這上面也沒有圖啊 所以才會變成今天 我 我想我每年質詢都有這樣子的案子 消保法有這個規範 那定型化七月有規範 我請那個周綺陽說明一下 我沒有他說 市長 請問你像這樣劣質的廠商 我們怎麼處理 我甚至 我去給那個 我據聞說 因為他還在 他沒有跑掉嘛 我上次質詢的是 有來很多的建商來桃園 一次蓋一次房子就跑了 這樣讓人家求數無門 市長那我請問你 樣品屋跟食品屋的差異這麼多 我們是否可以要求建商再取得 實用執照 都要負責其銷售的廣告宣傳單 然後宣傳單上面要有 使用的執照圖 讓買房子的民眾都能自己 清楚的知道是買 買什麼 還有 消防官在每年定期的公佈 這種不肖的建商的名單 讓民眾買房的時候作為參考 我們台灣市政府到底能為 能為我們今天 首購組來做些什麼 從你的數據看到 我們都是最大 可是你 我們今天不要今天你只是罰錢 罰錢是給市政府 我們在賣房子的首購組 在這方面我們市政府能夠做些什麼 我講兩個原則要請他回答 第一個喔 不實廣告或錯誤的定型化契約 我們可以公告 第二點請建管處列為黑名單 他每次都用不實廣告在賣房子 當然建管處要重演審查 對啊你要公佈啊 你也讓今天 你要公佈好的廠商 還有他這上面是第一次蓋房子 你要讓我們消費者知道 他今天來巴德 只有蓋一次這樣子的房子 或者蓋了一次的房子 這樣的建商就落跑了 我們很多啊 這種不良的不良劣質的廠商 我們就要公佈啊 你等到 市長等到公佈 我們所有市民的權益都受損了 沒有 這個齁我請那個都發局跟法務局來說明一下 這個有一套機制 是 有什麼機制 那個就是說 不實廣告的部分呢 這個有違反公平交易法21條的問題 我們會依法請這個公平會這邊來調查 裁處 那一座所稱的立的公告 原則上就是說 如果依照公平交易法被裁處的案件的話 我們都會在媒體揭露提醒消費者注意 那後端的處理就是說 如果就是 有這種已經剛剛一座所講已經成屋 但是發現跟廣告不一樣的情況之下 按照消保法22條的規定 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所付的義務 是不得地於廣告內容的 也就是說 即便廣告內容沒有納入契約的內容 但是企業經營者仍然要確保他所 你怎麼處理啊 我現在的資料也都送到你那裡 我請問你結果呢 消費者你怎麼樣能夠 把首購主跟年輕人買房子的權益 請問你嘛市長 你現在罰錢只是罰市庫啊 那我們針對我請問你 針對我們買房子的 這些刷所有獎的沒有給的 我們市政府有什麼作為 我們目前這樣子的案件類型呢 我們消費爭議調節的部分 我們一般的話就是如果說 確實建商有沒有依照廣告契約 來蓋房子的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會要求建商就這個 因為你實際上所交付的產品 跟廣告不實的情況 而造成這種效用上瑕疵的部分 我們會協調用 減少契約價金的方式來處理 好 這次已經是最壞的 已經走到最壞 第一個你消保官也沒有實權 我們常常去消保官那 人家幹嘛不甩我們消保官 請問嘛我們去了這麼多的案件 有誰甩過你嗎 你罰錢兼罰事庫啊 誰甩你 市長今天 今天 建商會甩誰 只有監管看你發執照你給不給他嘛 那個 其實我們調節成功率 我們不要說橫向聯繫 調節成功率還蠻高的 不過監管看 怎麼會調節成功 那我們現在 這個所有的資料啊 市長最多的消費爭議就在這裡 請問你調節幾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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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讓市長知道 這些買賣房子調節幾層 還有五層 他今天還有的五層 是不是院市長 我們市政府行政效率不差 今天橫向聯繫不夠 你消保官你調五層 五層都是小問題啦 那種恩信大首購組美房子的權益的時候 他根本都不甩你啦 是不是 市長 你想想看 我還是 我這70戶是最少的 我還要調 這個專案來處理啦 市長 我希望你拿出一套 具體的辦法 給桃園市民一個交代 那個監管處 能不能在這個過程介入 我請那個盧居長說明一下 好 官員 是要說明一下嗎 我覺得你剛剛說不良場商 如果有紀錄 我們可以公告 讓百姓提前知道 你這樣的交易對象是不良的 那一般來說 他其實是房子蓋好 才開始進到您講的廣告階段 這我們再來看看 有沒有辦法能夠以防範於未然 我希望市前知道那個這個 你不要有這樣 這個這個這個 大家都是看這張去買 如果跟教務的落差這麼大 玉壽他們還沒拿到死罩我們用死罩罷關 有的是成屋之後已經拿到死罩才開始賣 所以這狀況不太一樣 我請建督法局來研究說 公告黑名單這個做法 應該是有助於建商的特阻作用 市長認真一點做好不好 跟幾個拘束 那我想今天的質詢 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結論 希望再跟市長達成共識 也就是說綜合一下 我們希望我們學校的校長 我希望我們學校的總務主任 能夠回歸到他教育的本質跟專業 那麼不要再有旁盧去做這麼大壓力的工作 以及可能法律不選手的工作 那特別是我想局長也知道 我們現在總務主任 其實他本身他就是一個老師 那因為他今天的總務主任 可能大校他一週上兩堂課 小校一週只上四堂課 我覺得以這個比例來看 我覺得真的是著實浪費了一個專業教育人才 那我們也知道現在 校長在找總務主任這件事情 那真的是求爺爺告奶奶 那麼小到一般的修繕 大到這個活動中心 營養午餐 每一個招標其實都讓他們非常提心料膽 所以當今天我特別提出來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停車格 畫在籃球場上 這件事情只是凸顯我們教育專業人員 在做採購上面的不安以及壓力的冰山一角 我們希望這個聯合採購發包中心這件事情 能夠盡快的來落實 那其實您上任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有提到了 那現在經過也快要兩年過去了 我覺得成立這個採購中心並不是一件難事 你可以跳牌現有的人力 你也可以再增加人力 可是我希望能夠盡快 希望能夠盡快 而且這不一定要設定在什麼時候才要做 隨時隨地 也許你們設定好 一個禮拜後這個採購中心就可以開始 重大工程可以直接為給新工處 那聯合那個發包中心 比如說我們設定幾千萬的門檻 那這個要整體做 那這要建立規範 我們會盡快把它完成 那剛才說的 重大的工程要請這個新工處來幫忙 我們這件事情要責成下去 不要教育局找新工處 新工處說這個不算重大 兩個人重大的感受不一樣 這個都要經過我們核定 所以那個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拜託一下 不要讓教育局自己去找新工處 我想讓學校減壓 讓總務主任不要負擔那麼重 讓校長不要壓力那麼大 這還是我們的方向 然後聯合採購中心 這個發包中心一定要 這個我們會進去把它成立 好 謝謝 早上我們輪到的議員 全部執行完畢 我們上會 謝謝 謝謝